最近有消息称,一名80岁的维吾尔退休警官及其家人被逮捕。 据社交媒体上的信息,80岁的退休警官艾比布拉和他的7个家属被逮捕,有的被判监禁。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,他住在土耳其的家属麦里克扎德透露,他的父亲艾比布拉是土耳其士,查特勒地区退休警官。 据自由亚洲电台证实,艾比布拉和他75岁的妻子布玛尔耶姆于2017年4月被中国警方任意逮捕并关押在集中营。 后来,艾比布拉的7名家属也遭到逮捕和拘禁,其中包括他的5个孩子。 据报道,这个家庭大多数人是警察和老师。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状况不明,有日媒爆料金正恩手术后已经变成植物人,但消息还在等待核实。 根据路透社报道,23日中国派遣医疗人员前往朝鲜,日媒周刊时代引述了中国医务人员的信息透露。 在朝鲜的医疗团队等部级,先替金正恩做了紧急心脏支架手术。 不过由于体重过重,完成手术后,金正恩已变成植物人,但消息都尚未获得官方证实。 该杂志一名资深编辑表示,由于金正恩病情危机,朝鲜医生需及时为他开刀进行心脏支架手术。 为指导的外科医生未有医治肥胖病人的经验,加上太过紧张而手抖不已。 延续一个小时的手术最终用了8个小时,导致金正恩成为植物人。 以色列再有民众举行反征服示威,超过2000人在特拉维夫上街,不满被控贪污的总理内塔尼亚胡,成功筹组联合政府得以续任总理。 据报道,拉宾广场的抗议者集会,拒绝内塔尼亚胡企图加强对他手中病毒的管理。 在武汉非烟肆虐下,示威群众不忘戴口罩,保持社交距离。 示威者挥动以色列国旗,急斥责内塔尼亚胡贪污的标语牌。 他们抗议内塔尼亚胡和蓝白党领袖干词签署协议,组成团结政府,让官司缠身的内塔尼亚胡继续出任总理, 担心他会借机影响法官及司法部官员的任命,寻求令自己脱罪。 罗西亚难民苦难不已,最近又陷入海上危机。 蒙加拉政府日前拒绝了两艘载有500余名罗西亚难民的拖网渔船靠岸。 两艘船目前都位于蒙加拉湾,在疫情导致邻国关闭边境的情况下无所欲归。 人权观察组织呼吁蒙加拉应该接纳这批难民,蒙加拉外交部长则称已接受过多难民,认为其他国家也应负责。 2012年,缅甸若开帮罗西亚人与当地若开组之间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, 继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族裔暴力,导致近百名罗西亚人被杀害。 联合国调查人员去年作出结论,缅甸政府对待罗西亚人的方式,足以构成种族灭绝罪。 美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,但纽约州州长科姆周六表示,患者住院数目已回落这21天前的水平。 他当日宣布州内医护人员即日即可接受抗体测试,而所有的药房也将可收集民众的样本,以做病毒测试,令该州的病毒检测规模得以扩大。 他在周六的记者会上宣布,将签署行政令,容许独立药房收集公众样本,让州内实验室进行病毒检测。